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现代化的诊断辅助当中呢 会发现它的海马和内侧涅液相关的脑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 在更早期的诊断方面 脑脊液的β电盘蛋白和Aβ会出现一个异常的改变 那么是不是在基因方面也有受累的人群呢 确实如此 在乳蛋白E我们叫它ApoE4的携带者 不管是杂核子还是纯核子 它的发病风险都高过ApoE2和3的携带者 巧的是我们中国人群大部分是2和3的携带者 那么对于除了前面讲的主观的症状 客观的亮表 很客观的磁工症和脑脊液之外 基因也给我们提示 还有什么值得注意呢 往往就是 哎呀 我的爷爷奶奶 或者是我的妈妈有这种方面的痴呆表现 我是不是也是高位个体 我们建议到专科到专病文诊 请专业的医生给你做出一个全面的准确的判断 请专门 请专门